我觉得练暗器是不是会练得好玩一点啊 一直都是听过说暗器暗器的 你给我们现场演示一个 你先练一个什么 暗器 就我们认为竹筷子 大罗非表荣 它是把这个筷子 把这个竹筷子 这是竹的筷子吧 还是什么 是木头的 把这个木头的筷子就储到那个 对 盆里面 大盆给我 这盆就作废了 能变成肉盆了 那平常你练的时候 在家里面就拿你们家盆练 我刚开始都不是拿家里盆练 拿别人家盆练 不是 那也不行啊 我刚开始就是练那个非表荣器的 刚开始练的时候吧 就拿这个突发气墙嘛 就是看到电视里边 要用那个筷子了 用什么东西 能当非表 当时不太想信 但是呢 每天练表吧 有时候呢抹着筷子 想试一下 慢慢的会缠透波板 再次摸嘴 后来后来那一天练了 说看家里盆练了 因为是不是能缠透 就这样 就能拿眼盆 试了两个 从波板到后 最后慢慢整个一段时间练了 他只能打得透 这样才慢慢的上台了 或者去比赛了 才想起来用筷子去喘盆